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为神奇的是 这里的惊涛骇浪甚至能将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冲击移动十多米远 那么如此迅猛的巨浪是如何产生的呢 它又为何会出现在大臣岛这座海岛之上呢 大臣岛 在下大臣岛东侧离海岸仅数米的地方 两块巨大礁石垂直如霄 拔海耸之 仿佛被神府劈开一般 因外形故似宽船上的甲武板 当地人便将两块巨石称作甲武岩 当地的老人们都说 甲武岩原本是连在一起的 不知什么时候被巨浪从中一批为二 对于岛上的人们来说 大臣岛就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巨浪之岛 当地人至今还记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个夏天 伴随着台风的临近 大臣岛上一时间乌云密故 狂风大作 巨浪拍打着海岸礁石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就在惊涛骇浪之间 位于岛上东北角 浪通门附近的钢筋混凝土大坝 竟然在海浪拍击中 被摧毁成了一片历史滩 有个浪大历石四级米这么高 就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座小岛上 为何会掀起如此高的巨浪 一分为二的甲午岩 是如何被惊涛骇浪所劈开 其身上是否还有其他的秘密呢 为了解开其中的种种谜团 地理中国设置组 来到浙江省泰州市展开科学考察 从浙江省泰州市码头出发 乘船一路向东 行驶在碧波浩渺的东海之中 一星人都沉浸在周围 无边无际的绝美景色当中 客船行驶了大约数十千米之后 大陈岛的身影逐渐映入了 设置组的眼帘 随后一星人登上大陈岛 轻柔的海风徐徐吹来 整个岛屿显得祥和平静 仿佛世外桃源一般 队员们眼中的美丽海岛 真的会掀起滔天的巨浪吗 岛上的居民告诉设置组 每当巨浪出现的时候 岛上几乎就变了一番模样 那是一次来的时候 门都挡不开的 一出门的时候 最后有门用铁丝把它架住 一跑出门的时候 它那五十块碗片 都炸下来飞下来 在村庄中 设置组发现 为了防止狂风巨浪的破坏 每一间的屋顶上都做了加固措施 刚一登上大陈岛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些房屋屋顶的瓦片上 均匀地分布着一些石块 当地人告诉我们说 大陈岛上风大浪大 为了防止台风来的时候 把瓦片吹落 所以就选择把石块压在上面 来增加整个房屋的稳定性和抗风性 随后 设置组了解到 海水卷起的惊涛骇浪 对于出海的渔船 带来的威胁更大 一条绳子拿出来 拴在船上的船员的腰上 另外一条 一头 吊着我们自己有个渡 方向盘 吊着方向盘 这一头呢 把他们推出去 叫他们去把船弄直 不弄直的话 我们船就会翻掉 我们九位人的命都没了 这船面上全部都是水啊 反正看不到岸 电都停掉了 就像电都停掉了 结果我自己抛锚 锚抛下去了 那么还有一条坑没找到 那么海浪带来的威力 对大神岛的破坏程度有多大 岛上的那座浪通门 在巨浪的拍机下 又会变成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队员们决定实地查看一番 跟随当地向导 设置组向下大臣岛东北方向行进 大约半小时后 一星人来到小岛的东北角 一望无际的大海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原来这里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浪通门 这里以海流湍急 海浪汹涌而得名 向导告诉我们 浪通门属于一个夹角 这里基岩纹理交错 颜面临循突起 在海浪击打之下 形成了一条条纵向的小海石草 在浪通门东面 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北侧是屏风山 浪通门与屏风山 构成喇叭状的地形 中间相隔着一条水道 1975年的时候 人们曾经在屏风山与夹角之间 修筑了一条防波堤 但是在巨浪的拍击之下 这里的钢筋混凝土大坝 完全被摧毁 变成了一片历史汉 只留下了一旁的浪花 雕像 仿佛在向队员们展示 当年巨浪滔天的景象 能将一座钢筋混凝土 建成的堤坝摧毁 可见这座海岛的惊涛海浪 威力有多大 我们来看看浪通门 位于下大陈岛的东北角 而当地人所说的 被海浪一批为二的甲午岩 地处海岛的东侧 两地的相距不足一千米 那么海岛上的这片区域 是否就是巨浪主要出现的地方呢 于是摄制组决定 前往甲午岩所在的地方 展开考察 那接下来 队员们是否会有新的发现呢 摄制组沙子组沿着海岸边 朝着甲午岩所在的位置行进 当来到一片沙滩的时候 一位队员突然发现 脚下出现了一群小动物 正快速向海里移动 只见这支小虫部队十分庞大 密密麻麻地编成一片 向导告诉队员们 这些成群结队的爬虫 是一种海蟑螂 可能是因为感觉到了危险 所以才会向着海里移动 查阅相关资料 设置组得知 海蟑螂是一种暗期甲鞘动物 大多数都生活在朝间代 高物地带的岩礁石缝中 因貌似蟑螂而得名 这种小动物 以海浪拍打礁石探土后 留下的有机碎屑为食 庞大的海蟑螂群 大量的海藻碎屑 都说明这里的确处在一个 风大浪高的地方 在巨浪拍击之下 海岛上的小动物 也会感觉到危险的临近 同样大风大浪也会对当地百姓的 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可是这里的村民 却为什么不愿搬离这座小岛呢 继续前行 设置组来到了当地人所说的甲午岩近前 只见两块灰褐色的巨大岩体 被一分两半 如刀销俯披一般 从远处看两块巨石拔海而立 造型雄起 从侧面望去 恰如帆船起航时 竖起了甲午岩 对于甲午岩的出现 当地众说分别 有人推测是被巨浪劈开的 在狂风巨浪中 它窥然不动高高地处理着 也有人相信 尽管巨浪汹涌 但是只要这对巨石不倒 人们便可化险为夷 平安无事 岛上的大多数居民 以出海打鱼为生 出海之前 不仅要祭拜妈祖 祈求护佑 还要面朝甲午岩的地方敬拜 每次出海归来 远远望去 只要看到了 矗立在岸边的甲午岩 渔民们就知道 离家近了 这一次的出海 也就圆满地结束了 那么 是何种力量 塑造了甲午岩的奇特形状 真如当地人所说 被海浪劈开 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呢 大神岛巨浪的出现 又隐藏着 怎样的地理奥秘呢 围绕在这座海岛身上的疑问 也引起了一位 地质专家的关注 设置组决定 跟随专家 一同展开科学考察 颜惠敏 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大队工程师 对浙江省的水文地质 和海洋地质 有着多年的野外科考经验 在仔细观察后 颜惠敏发现 这块巨石的底部 与海岛相连 另一半却矗立在海中 岩层垂直如霄 有如神府披成的两块巨瓶 考察组一行 来到甲午岩下方的石滩上 对周围的岩石进行考察 刚行进了不久 专家就有了新的发现 只见这里的岩石 临寻突兀 呈现黑灰色 而一旁崖壁上的岩体 则呈现出灰黄色 近在咫尺 两种岩石的颜色 为何会截然不同呢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它的节里 发育比较强烈 它的整个节里面的话 都呈现这种铁绣的这种颜色 随后 在仔细观察后 专家告诉队员们 这些凹凸不平的岩石 属于一种灵灰岩 在两者之间的灰色岩体 才是这种灵灰岩原本的颜色 专家继续解释出 岩石变黑 不仅跟海浪有关 在巨浪的拍击和侵蚀风化下 岩石也慢慢变得凹凸不平 十分的破碎 随后 考察组在沿岸 发现了几处海石洞穴 在岸边的岩壁上 也分布着大量的垂直结粒 由此 岩惠敏工程师推测 甲午岩属于一种典型的 海石崖底帽 在甲午岩所在的地方 原本是一块整体的岩体 巨浪顺着岩层结理 不断地冲击侵蚀 逐渐形成了多个海石洞穴 随着海石洞穴逐渐扩大 上部的岩石失去支撑后 开始垮塌 裂系分布较多的岩壁 在巨浪持续地拍击之下 纷纷垮塌崩落 而裂系相对较少的岩壁 为什么原本看起来很浅的水面 会突然卷起巨浪呢 实际上 这是因为这颗星球 靠近黑洞这个巨大的天体 由于引力的作用 才导致了惊涛巨浪的出现 而地球上在风力和潮汐力的影响下 海洋表面便会涌起 或大或小的海浪 那么在这座小岛上 所掀起的巨浪 是否也是来自于 某种特殊的潮汐力呢 在查阅相关资料之后 考察组发现 大臣岛分为两座海岛 上大臣岛和下大臣岛 其附近海域还分布数十座的岛屿 但是却只有下大臣岛上 会出现惊涛海浪 如果是潮汐力造成的大风大浪 按照道理 其他的海岛 也应该会出现巨浪滔天的景象 但是却为什么只有下大臣岛 会遭遇到巨浪的拍击呢 难道在这座岛屿的身上 还隐藏着一些 未曾发现的秘密吗 考察途中 队员们从当地气象部门 得知了一条令人既紧张 又兴奋的消息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两个台风 正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 而此时的大臣岛 看似平静的海面之下 却已经暗流涌动 但随着风浪的起伏 一场大风暴似乎即将袭来 当地村民们纷纷忙碌了起来 有的开始加固房屋 有的用麻绳将收拾好的行囊 捆绑在车上 随时准备前往岛屿上的高点处躲避 那么台风之下的大臣岛 会出现巨浪滔天的景象吗 经历了两天紧张和焦急的等待 队员们从气象部门得知 台风已经偏转方向 从南面登陆了 尽管台风并没有直接 向大臣岛袭来 但其威力仍然不减 现在的大臣岛连续受到了 两个台风的侵袭 分别是9号台风大沙和10号台风海棠 据气象部门预计 在东海沿海的海面上 目前的风力大约有9到11级 尽管这两个台风 并不是从浙江东南沿海登陆的 但是由于连续两个台风的共同作用 再加上大臣岛独特的地理位置 岛上受到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随后岛上的天气是骤然大变 狂风不止 海面上涡涛翻滚 海水击打着岸边礁石 溅起的巨浪足足有5米高 所有的渔船全部停进了避风港里 往来陆地的客船也都暂时停运 一场暴风雨似乎就快到来了 很快 暴雨轻衡之下 狂风呼啸 巨浪拍击着岸边礁石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直到第三天 肆虐的风暴才逐渐散去 大臣岛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那么 台风仅仅是从附近海域经过 却为什么还会给大臣岛带来数米之高的巨浪呢 考察组决定前往台州市海洋预报台进行走访 希望可以找到大臣岛风大浪大的原因 在得知我们的来议后 预报台的一位工程师 对大臣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查询 大臣海域是我们浙江沿海一个大浪区 那我们台州海洋站的话 在50年代就在大臣岛上设立了一个观察站 就长年累月的在海浪进行观测 那么通过我们的历史资料来进行分析的话 就是每年大概有30天左右的大浪 工作人员向我们解释说 下大臣岛地处台风多发区域 四面开阔 其东北方向更是成为了台风的迎风面 下大臣岛与对岸的屏风山 形成了一个喇叭形的水道 大风大浪在这里聚集 最终成为强风浪区域 据相关记录 1997年的一次强台风 曾在大臣岛激起了高达36米的巨大浪花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分析 专家发现 巨浪的形成和出现 跟下大臣岛水面之下的地形地貌 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后期海湿崖后退 牙前形成了海湿接地 大臣岛集中展现了新生代以来 海岸地貌的不断地演化 下大臣岛东部海岸的岩层主要以花岗岩为主 在地质作用下 在地质作用下 这里形成纵横交错的结底带 长时间海浪的冲刷和拍击导致大量岩石崩塌 形成众多的崩塌岩壁 灭系古党以及水下斗坎石壁 这样的水下地形会对潮流起到阻挡和摩擦的作用 使得潮水前坡变陡速度减缓 从而造成后浪跌前浪层层跌高的涌潮 最终形成冲击力巨大的海浪 专家继续解释说 下大臣岛喇叭壮的水道 以及海底斗坎石壁遍布的地形 是造成大浪出现的重要原因 这种现象与秦塘江大潮的形成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在考察的最后 严惠敏工程师告诉队员们 正是由于潮汐 洋流等多方面因素的 长期共同作用 才造就了一座独具特色的巨浪岛 虽然大风巨浪给大神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但是大自然又给予了这座海岛无尽的宝藏 它的风能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现在利用风能资源的话是进行了一些风力发电 然后它这边还有丰富的一些波浪能 还有它的潮汐能也是很不错的 如今在大神岛上面竖起了一排排风力发电装置 正被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无污染再生能源 近几年来海洋学家们发现 大神岛海域频发的风浪和涌浪 两者所形成的混合浪 波浪能源的密度位置整个浙江省海岛之首 而通过对这座海滨小岛的考察 能够为研究海时地貌成因 海水潮流的运动规律 以及对掌握海洋生态环境现状与对策分析 带来了极大的参考价值 虽然大神岛面临到巨浪的侵袭 但是这座海岛之上山脉成岭 回报成湾 在小岛的西侧不仅没有出现大风大浪 还发育出了较为平坦的海基接地 加上这里海水沿度适中 大量浮游生物和渔群在此繁殖生长 由于渔业资源丰富 大神岛上很早便有人类在此定居和生活 一边是巨浪拍案 一边是耕海沐鱼 悠久的人文历史与壮观的海时地貌 让巨浪岛成为了东海之上 一座名副其实的海上祈祷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再见